喔 沒東西了 警方攔下機車盤查 身穿紫色衣服的女子 面對園警詢問 似乎有點心虛 沒關係 你拿出來 原來女子身上常有毒品 被園警逮震著 結果她開始實施柔情攻勢 女子不斷求饒 園警怎能夠輕易放過 問這些東西拿完了 站在你旁的男子 全部都推個一乾二淨 女友一聽當場暴怒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幹嘛 女友認為被對方背叛 把包包扔一邊 甚至對著男友拳打腳踢 身旁園警見狀立即上前制止 這起事件發生在台北市南港地區 園警巡邏時經過他們 發現兩個人一看到警車 立刻加速離去 園警上前盤查 果然起出了安非他命和毒品吸食器 南港分局 就中派出所園警 日前盤查一對騎機車的情侶黨 與女子所背包包內 查獲毒品吸食器 指問兩人時雙方互相謝責 女友爆氣 當街狂打男友 警察該理性情侶黨為 轄區內列管毒品人口 平日出窗入隊 當天兩人共乘電動機車閒 見警車經過心虛欲加速離去 警察覺得有意上前盤查 並於正女隨身包包內 查獲安非他命毒品吸食器一組 兩人相互推脫 當街大聲爭吵 到機動處甚至還對 里南拳腳相向 最後經警方制止 並將兩人待反所偵辦 警方調查 群力量不常打零工為生 平時出窗入隊 這是因為被查獲毒品 難有當下水鍋行為 也讓女朋友翻臉 情侶黨當街上演拳武行 記者黃少鳴台北報 沒關係 你拿出來